运动爱台湾大使团大会师 县府执行108年运动爱台湾计划 结合南投县体育会 在昨天晚上在县立体育场办理 健康市级运动夜市大会师启动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会 感谢潘一泉理事长及林县长的支持 与用心推动 我们的运动夜市是台湾第一个创举 这个体育室的创举今年是第二年 所以南投县很好大 虽然我们是很散的关系 但是我们愿意 尤其在我们法律厕所的资助资产 跟我们设计真的林县长的资助资产 南投县体育会一直在进步 运动夜市每周三晚上在县立体育场 推出许多项的运动项目 县议员洪明科鼓励大家都来运动 让身体更健康 也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运动夜市里面有很多项目 有年轻的极健也好 年轻的打球也好 尤其英法图的跳舞 一些我们的士大人 每一天在运动之后 他们把我们交代说 在运动夜市里面 有到很多他们能够立足 就能够自己来运动 这最好的运动 尤其我们的种植 就是说要运动我们的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我们的肩膀卡就不用用到 县议员陈翰丽表示 运动夜市从去年开始推广 成效良好 也有指导员协助指导运动智能 因此他也鼓励大家 每周三晚上全家一起来运动 为期十个月的运动夜市又开始了 因为办得不错 我们每一个礼拜三晚上 六点到八点半 在我们体育场的广场前面来举办 相对的他们也打算草藤跟竹山 另外再来推广 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与 有许多的专业的辅导员 会在现场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不一样的运动 运动夜市已经从昨天晚上热闹开市了 每周三晚上的六点半到八点半 共有排球、射箭、极箭等项目 到11月30日截止 提供民众体验 希望借此达到全民运动爱健康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